我来搅拌 爸 你在准备做馒头吗 是的 需要我帮忙吗 不要不要 我来帮忙就行了 那好吧 我搅拌好了 那我们开始揉面吧 我来我来 我揉好了 你先去玩会儿 过一个小时再来帮忙 一个小时后 小小在可以来帮忙了 来了来了 面馆怎么变那么大了 因为发酵的时候 面团里面产生很多气体 现在我们就是要来揉面团 把气排出去 我来我来 揉得非常好 好了 现在可以去蒸馒头了 热气腾腾的馒头出炉了 快来吃呀 真是太美味了 这可是小小在做的 你真是太棒了 小小太你好 小小太怎么了 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在生你的气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了 小小太奶奶 你知道她怎么了吗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一起去问问吧 小小太 你为什么不理我 是你先不理我的 今天在学校的时候 小小赛 我们去踢足球吧 小小赛 我们去踢足球吧 我那时候在认真看风 根本没听到你喊我 不然我怎么可能不理你呢 是啊 认真做一件事的时候确实会听不到别人说什么的 我才不信呢 小小太可以吃饭了 小小太快洗手吃饭了 奶奶你吓我一跳 为什么吓一跳 我都喊你好多遍了 对不起 我完全没听到 没关系 说明你刚刚看得非常认真 能认真的做事是非常值得表扬的 原来做一件事很认真的时候真的会听不见别人说话 糟了 我错怪小小赛了 我得赶紧去跟她道歉 你们看 我这样是不是很帅 是的 非常帅 我也好想买一顶这个帽子 我也想买 你们去拿吧 我来付钱 谢谢叔叔 那我就要这顶蓝色的 我也要蓝色的 那我也要蓝色的吧 宝贝买了帽子呀 快戴上给我看看吧 怎么了 我最讨厌蓝色了 我不要戴 那你为什么还要买蓝色的 其实我想选红色的 但是小小太和小小泽都选了蓝色 所以我就也选了蓝色 因为我怕如果我选不一样的他们不高兴 宝贝 自己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不用说一定要跟别人选择一样的 我相信哪怕不一样 朋友们也不会不开心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朋友们 我来了 小小赛 你的帽子怎么变成红色的了 因为我更喜欢红色的 所以让妈妈带我去换了 我觉得红色的也非常帅 我的帽子颜色跟你们不一样 人们不会生气吧 怎么会呢 你能买到你喜欢的 我们会为你感到开心 那真是太好了 好大一个汉堡包啊 玩起来好香啊 小小太 不能去碰 你是不是也想吃 放心放心 我会和你一人一半的 才不是呢 老师跟我们说过 不能捡路上的东西吃 有包装得多不行 就别说这个连包装都没有 你们两个在这干嘛呢 夫妇 小小太想吃这个汉堡包 爸爸 这个汉堡包看起来好美味啊 可是小小赛连碰都不让我碰 这个汉堡包哪来的 我们路过的时候坐在这里呢 我们也不知道哪来的 这是可以检测有毒物质的眼睛 你们快看看汉堡包吧 一个小小的汉堡包上 居然那么多有毒的东西 到底是谁撒上去的 有的坏人和怪兽会故意在美味的食物上 撒上有毒的东西 放在路边毒害那些流浪猫和流浪狗 还好刚刚小小赛阻止我 我才没去碰没去吃 不然我就要中毒了 所以看到来历不明的食物 千万别去碰 更不能吃 一不小心会没命的 明白了吗 我们明白了 爸爸 我回来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 奶奶呢 他马上就到 我跟他比谁先到家 我赢了 你真厉害 刚刚BOOM一声是什么声音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从大门口传来的 我们快去看看吧 妈 你没事吧 怎么摔倒了呢 小小泰的鞋子 脱得东一只 西一只的 我手里拿着他的书包 没在意就被绊倒了 妈 你快躺下休息吧 枕头闻着怎么抽烘烘的 对不起 是我忘在这的一只袜子 鞋子不发好害的奶奶都绊倒了 抽袜子也乱丢 你怎么习惯这么差 对不起 我错了 请你们原谅我这一次吧 下次我一定改正 不要等下次 这次马上改正我们才原谅 奶奶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没关系 我已经原谅你了 那真是太好了 这个坏了 这个也坏了 我还没解完了 快去排队 可是我的手好脏 我想马上洗干净 谁不想快点洗干净 你快别插队了 我的蓝莓吃完了 我还想吃 你能给我一颗吗 不行 每个人都是五颗 全让你吃一样的快 宝贝 你怎么从放学回来后 就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 奶奶 在家里我想做什么 你们都会让我第一个去 我喜欢吃什么 这些给你吃 全部让你我 可是在学校里 同学们都不让我 不让你很正常啊 奶奶 难道你不觉得 他们不对吗 没什么不对的 在家里 我们让着你 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宝贝 我们爱你 而你的同学们 在他们各自的家里 他们也同样是宝贝 他们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也同样会让着他们 可是到了学校 你们就是平等的 不需要谁让着谁 按照规矩排队 才是最正确的 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你拿那么多干嘛 一点都不多 每个味道 我只拿了两袋 不能买那么多 我就要买就要买 本次相费五十元 这几包薯片 一下子就花了 你爸爸的半天工资 没事没事 钱花完了再赚就行了 奶奶这么热的天 你带我来工地干嘛呀 我想赶紧回家吹空调 我们去看一下 你爸爸就回家 爸爸 别过来 我身上全是汗 又脏又臭的 爸爸 大中午的太阳那么热 你为什么还要在这干活呢 因为我要上班赚钱啊 你们快回去吧 这里太热了 爸爸和这些叔叔 为什么不找个舒服点的工作呢 舒服的工作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 而他们之所以那么辛苦的工作 都是为了赚钱养家 我现在才知道 赚钱这么不容易 奶奶快带我去把这些薯片退掉 我以后再也不乱花钱了 完了完了 奶奶肯定会骂我的 小小泰 你干嘛抽那么多纸巾扔地上 我不小心掉了一口牛奶在地上 我怕被你骂 所以想赶紧用纸巾擦掉 那也不用抽那么多啊 真是太浪费了 哎呀 不小心把太阳涂成绿色的了 小小泰 这张纸你才画了一个角 我不小心画了个绿太阳太丑了 所以这张纸不能要了 走 跟我去看电视 熊大熊二怎么还不来阻止光头墙 树都要被砍光了 那你知道纸是用什么做的吗 我不知道 纸是用木头做的 你浪费纸就相当于在浪费树 那你跟浪砍树的光头墙有什么区别 我之前不知道 纸是用木头做成的 以后我一定不浪费纸了 我不想做光头墙 那你可一定要说到做的 孩子们快别哭了 我们要开始上课了 我不想上学 我要放假 没错 我想回家 我不想来学校 你们先别哭了 这是小怪兽幼儿园的监控 你们先看看小怪兽们在干嘛吧 12345678 22345678 1加1等于2 2加3等于5 3加4等于7 你们看到小怪兽们有多努力了吗 当你们还在哭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锻炼开始做数学题了 如果你们一直不上学 每天就在家吃零食 睡觉 看电视 长大后身体没有怪兽们强壮 知识 也没有怪兽们多 那你们用什么去战胜怪兽呢 我明白了老师 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好好学习 好好锻炼 我也是 这就对了 只有比他们更努力 你们才能更优秀 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爸爸学习好嘞 我没有能量了 你可以给我一点能量吗 当然可以了 儿子 你要好好学习 谢谢爸爸 迪迦哥哥照顾小孩好嘞 我快没能量了 你能给我一点能量吗 当然可以了 你辛苦了 谢谢迪迦哥哥 儿子老爸老了 总是身体不舒服 你能把你的能量给我吗 好的老爸 只要你身体健康就好 谢谢你 我的好儿子 迪迦你把你的能量 都给了他们 你自己的能量都没了 你这是何必呢 因为我是男人 他们都是我的家人 我要保护好他们 我的能量给你 谢谢你我的好兄弟 当你更厉害灵 你还了解 你可以安 Über 依然到了